妻子请了个财神爷 但他却跟见了鬼一样 要把财神爷赶走 没想到当晚财神爷就显灵了 不仅拒绝了他家的共捧 还要带着老头去见阎旺 见阎旺 那不就是死吗 老伴赶紧去求财神爷放过老头子 这时老头告诉老伴 他已经求过财神爷了 财神爷说了 要想活命也行 不过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他要到三成庙烧一年的香 第二就是老伴要在家碾一年的县 这样他就可以多活一年 不这么做的话 就立刻马上要他的命 说把财神爷金光一散就不见了 听老头这么一说 老伴马上给他准备了香火 而他自己则每天在家里碾线 随着线越碾越多 时间也到了年三十 一想到今天就是老头的时期 老太婆特别伤心 躲在家里嚎啕大哭 没想到日落西山 老头竟哼着小曲回来了 不仅如此 还带回了一筐年货 一头牛和一台仿车 再得知老头这一年来都没有去烧香唱贡 老太婆扭头就哭了起来 但老头却高兴的不行 原来老头为了把日子过好 天天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的劳动 而老太婆呢 也想把日子过好 一年三百六十天 天天烧香上贡 十分的虔诚 把老头挣的钱都买了香烛贡品 就这样年年丰收年年穷 老两口是天天喝稀饭配咸菜 日子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为此老两口没少吵架 老头一记之下把香火扔了出去 老太婆健壮 赶忙捡起香火 祈求财神爷的原谅 并拉着老头给财神爷磕头赔罪 自己天天跪着 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老头见吵架不管用 独自坐在门口生嫩气 突然他灵光一闪 有了主意 半夜他趁着老太婆熟睡 悄悄在香炉上拴了根绳子 然后拿着绳子的另一头 钻进被窝 就这么轻轻一拽 香炉硬生摔在地上 老太婆被吓醒 他赶忙点灯查看 老头则趁机把绳子收了回来 老太婆见香炉被摔得四分五裂 也吓得不轻 这时老头在被窝里说起了梦话 老太婆赶忙问他是咋回事 而接下来老头说的什么 一年寿命 烧香碾线之类的 都是他胡周的 但老太婆却信以为真 接下来的一年 老头并没有去烧香 而是拿起锄头 又下地干活去了 直到年三十这天 他才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老伴 老伴知道他不会死 也转背为喜 经历了这么多 老太婆幡然醒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但要对世界保持敬畏之心 不能迷信 要想把日子过好 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努力 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